我们看这个第五条 它说一个标有220W 220W 60W 这个白字灯泡 灯泡两端的电压有0 逐渐增加到220 在此过程中 电压V 跟那个I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哪一个图 我们知道说 你电压从0增加到220W 这个电阻的温度会升高 那电阻温度升高的话 电阻会变大 也就是说IV图形上面的曲线的切线斜率要变大 既然这样的话 所以 画出来应该是大概是这种样子 斜率越来越大 不是固定的 所以答案应该选的 应该选的 应该选的 可以